得知龙浩尘身上有自己血脉后 魔神皇封锈送给他多少大礼 龙浩尘和魔神皇其实是祖孙关系 虽然龙浩尘自己不知道 但是魔神皇很早就发现了 那么得知龙浩尘身上有自己血脉后 魔神皇封锈送给他多少大礼 一 多次放任龙浩尘 在得知龙浩尘身上有自己的血脉后 魔神皇封锈却没有立刻将龙浩尘带走 或是将他杀死 而是想将他立为 魔神皇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所以之后多次放他逃离 最早发现龙浩尘的时候 是在驱魔关时 这时候的魔神皇并没有太在意龙浩尘 还想着过几年再来找他 后来龙浩尘为了离开魔族区域 找到了月夜 不过没想到的是 正好遇到魔神皇来月魔宫 月魔宫中所有人都要出去迎接 无奈之下 龙浩尘只能男扮女装 跟在月夜身旁 但是魔神皇终究还是发现了他 因为龙浩尘太像自己的祖母林轩 而魔神皇自然一眼就认了出来 以他修为也控制不住 身体都在轻微地颤抖 眼中流露出几分不可思议之色 此时的龙浩尘几乎想要 立刻逃离月魔宫 但是魔神皇也没有怎么样 直接跟着月魔神阿加雷斯走了 并没有对他有任何行动 龙浩尘自己都想不明白 而等到梦幻天堂 龙浩尘和魔神皇的继承人阿宝对战时 就在即将战胜阿宝时 魔神皇撕开一道裂缝 将重创的阿宝 还有魔族残存的几人 都被强行吸入裂缝之中 但是这次就算龙浩尘 差点杀了自己继承人 魔神皇仍然没有攻击龙浩尘 也没有将他带走 二 放过龙浩尘的队友 在得知奥斯汀格里芬 与龙浩尘结为血气后 魔神皇封秀没办法 再放过龙浩尘了 将龙浩尘的裂魔团 引诱到星魔塔 要将龙浩尘击杀 但是魔神皇封秀此时 还是不想杀龙浩尘 却没有选择 所以愿意为龙浩尘 做最后一件事 那就是放过龙浩尘的 所有同伴们离去 要知道龙浩尘这支裂魔团 可不只是他一个人优秀 在这支裂魔团中 还有另外两位神圈者 而在魔族来到圣魔大陆的历史上 几乎每一位神圈者 都给过魔族极大的打击 而此时魔神皇选择 放走这些潜力无限 正是对魔族充满了仇恨的年轻人 无异于纵虎归山 烈魔神阿加雷斯都忍不住 出演阻拦魔神皇的决定 但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 而龙浩尘也果断同意 毕竟早在发现落入圈套的时候 龙浩尘就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可此时魔神皇却突然说 愿意放过他的伙伴 这对他来说 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 三 击杀奥斯汀格里芬 龙浩尘 浩月与魔神皇合力 才将毁灭之头的奥斯汀格里芬杀死 而魔神皇最后却选择自裁 携带着妻子的遗书 去另一个世界 寻找他的灵魂 在击杀奥斯汀格里芬后 魔神王牺牲了72根魔神柱 这表示魔族的一切都会衰退 没有了魔神柱 所有来自于 魔神柱的力量都将消散 失去了全部魔神柱的魔族 更是群龙无首 原本不属于圣魔未免的魔族 肯定会自行毁灭 而由其他种族所转化的魔族 也将渐渐还原 人类根本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略做等待 圣魔大陆将完全回归人类所掌控 不用一百年 魔族就将完全成为历史 没有让人类付出极大的代价 来剿灭剩余的魔族